投币贩卖机卖的可不是饮料 仔细瞧是隐形眼镜 武王大力光旗下新欧光卖产品就选台湾 没人做过的通路自动贩卖机 小小的店面只有一个员工测量视力 其他全部DIY 塞进纸钞选好度数款式 隐形眼镜随你挑 而直行店就设在人来人往的台中 一级战区一中商圈 跟附近眼镜行正面对决 新奇的做法吸引民众上门 蛮新鲜的 以前都没有看过 保湿度还蛮好的 价钱很亲民 大力光旗下产品打开包装花样可不少 除了基本款紫色咖啡色 瞳孔变色片 该有的全没少 而古王第二个惊奇就是寄出破盘价 像国外大厂博士轮 一片隐形眼镜平均价位要18到25元 和硕旗下的金硕最便宜也要8.3元 让古王一出手最低价 立刻杀到6.7块 而执行长林恩平也宣布要全台大举进攻 旧一中店来讲是卖的很不错 回购率也很高 所以我们有一个逢甲店 大概月底会开 我们有很多的销售点 现在北中南六都甚至什么新竹苗栗 都有寄卖点 都在眼镜堂 只是目前隐形眼镜还是国外大厂的天下 而国内像和硕董事长童子贤领军的金硕 最近就一军突起 冲上全台前三大 名机友达也以品牌美若康全力抢攻 就是因为小小的台湾去年设想规模就高达60亿 寻求并起也让狗王这一仗打起来异常幸福 再次有林博焱 高红铃 乌坎中 泰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